這個委員會就是由多數者來欺壓弱者所產生的一個委員會 假借呢 轉型正義之名 事實上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侵犯所有無數未來人權的一個機構 你們的四大任務當中 有平復司法不法 還原歷史的真相 並且促進社會的和解 我要請教 這個委員會是何德何能 可以查到由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所清查不到的歷史的真相 你的權利來自於哪裡 是不是你要再去另外找一個類似像228的翻版 你來做補償 你來放假 你來做好人 這樣就叫做一個促進社會的和諧嗎 另外 對於已經判決的司法案件 什麼叫做不法 什麼叫做不合理 難道你們有權利來更改 來推翻嗎 或者是你們可以直接來改判 我要請教 在很多你們所提到的清除威權的象徵 其實說白了 就是要處理國父跟蔣公的這些同項等等嘛 何必這麼大費周章的要來列這些的條例呢 另外 你們要處理不當的膽場 你們也不諱言的說 其實就是衝著國民黨而來的 明明我們現在在整個政黨法當中 我們就可以明確地去規範所有的政黨 當然包括黨產的處分 到底何謂不當的黨產也是你們說了算 現在所有的行政權 立法權完全都在你們的手上 整個國家的機器都為你們所用 可是為什麼你們偏偏要依賴一個處轉會呢 這是一個毫無正當性的擴權黑機關 難道這不是東廠在線嗎 我想這個東廠 很多委員特別提到 他包括了行政立法 司法 考試 監察 五權級一身 是一個標準的憲政的一個怪物 民進黨從總統贏到立法院 這是人民的選擇 但是人民選你出來 是來做事的 來定條例的 不是來進行這些輕斷鬥爭的 剛剛口文集委員特別提到 原住民有很多的法案 在南投縣我們有特別很多不公不義的 我也期待透過這個委員會可以去呈現 但是我們非常的遺憾 我們看到委員會所提出來的版本 只有在清算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而且我覺得我要跟民進黨的朋友講 不要開民主的倒車 而且一下子開回到了明朝的時代 特別讓這個東廠再次的 讓我們看到用這種不公不義的方式 你們也還大言不慘的告訴我們 希望我們乖乖的 這個不要做困獸之鬥 不要敬酒 不吃吃罰酒 我想這是一個民進黨現在的態度 你們的鬥爭在這裡 蔡英文主席你講的 你們的謙卑在哪裡 我想未來呢 民進黨也會淪為再有這個在野的一天 當執政者用這樣的手段來對付你們的時候 也請你們乖乖的束手就請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柯智恩委員 是 我們剛剛非常高興地聽到我們的主席特別提到了 為了這個促轉案要辦的公聽會 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聽到的第一個正義 很好 剛剛主席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不要再針對同樣一個議題做不同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主席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都可以用各自的表述的方法來凸顯一個 所謂促轉案的一個正義 那就是 這個部分存有太多的一個正義了 所以呢 過去呢 我們這個立法院的法院